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來競爭事務委會的調查員 我姓宋 現在懷疑你來公司觸犯了競爭條例 這張是法庭搜查令 授權我們來搜查這個地方 和檢查任何和這次調查有關的物品 開會了 好 Demondings 平民和Hell One App的律師 分別聯絡了我們 他們的客人願意承認責任 亦會積極配合調查 希望這件事盡快可以得到解決 但我們剛剛才完成搜查 對手是我們,投降也很合理 最好以後都是這樣,也不用查 那我不用請你回來了 開心還開心,別太廢話了 就算他們承認也好 我們的程序都要做足 Ashley,你負責Hell One App的陳小姐 Sean 電班燈濕田文的黃一龍就交給你了 Nicole,你先出去出去 好 好 Johnny,有什麼事不讓她知道 你是不是想知道Nicole的表演 她的表演我看到 她來了之後 你們兩個的表演我都看到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Johnny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機會 就去歐洲交流半年 去當地學習打擊反競爭的工作 我們的團隊有一個項目 好,指你們兩個誰會去 就是看你們的表演來決定 這次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想我不用再多說你也明白 明白 明白 黃一龍先生 我們懷疑你公司和Hell One App 合謀定教 今天請你上來進行會面 是想你親自清楚交到這件事 好幾天,沒問題 黃先生,想問你公司是不是… 我公司做健身用品生意 健身用品、保健產品、運動服裝 甚麼都有 而全港十六間 You are time fitness的分店 都是我們貴位的 三成 三成 就是因為這個APP 你們一樣的價錢 我都很光顧你了 我是熟客,對吧 現在用APP 便宜了兩成 你們過不過分嗎 不好意思,先生 請問你說什麼APP 你介不介意給我看看 你們是同一間健身,對吧 這個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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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說退錢 要不跟他們換貨 不要弄得普遍這麼難看 明白,計劃商 不好意思,先生 這個不是我們公司出的APP 我們跟這個APP 不關你 你說不倒是買你的上司出來 對 不好意思 這個牌子… 你做到分店 就可以賣給我們的 餐飲品 可以買我們的 餐飲品 我們這個APP 就是全天下餐飲品 健康的狀況 這個產品 一櫃少了三成生意 就是因為這間健身 租了一個位 給這個APP做企業 他跟我想著 河水不犯井水 就不理他們了 誰知道原來 他們想吃完我的水 然後我就親自去找 Health One App的陳以菲 在銅鑼灣的 我們在Youtai Phoenix那裡詳細談一次 最後他也跟回我的價錢 他們這麼輕易就跟你的價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做過生意 說到底大家都是求財 有錢齊齊賺 我想沒有人會反對 黃先生 想問你為什麼會這麼合作 承認責任 我看過你們的案子 一宗官司也要拖一兩年 其實呢 我是想把我一間公司搞上市 不想截外生資 加上我老婆Avis她的KOL 我不想因為公司的事影響到她 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你們是什麼時候達成協議的? 有什麼東西在打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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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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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一龍已經認了 跟Health One App合謀定價 等待另一邊的口供 如果沒有特別大出入 應該可以結案 結案?找到什麼證據? 我們搜查的時候找到一份文件 上面是有齊每項貨品的價錢 而文件上面也有不同的日期和招牌 黃一龍也認了 這份文件是用來兌兩間公司的貨價 那你上天之後代表什麼? 他已經解釋過了 因為他們要長時間看著Health One App的貨價 所以上面的日期 代表他們每次對價錢的時間 那通訊紀錄呢? 找到任何證據證明他們的業意嗎? 我查過他們的電腦和電話 都找不到任何通訊紀錄 我也問過黃一龍 他說每次跟陳以菲談都是面對面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 沒有任何記錄在搜查上 我們的叔叔和伯母的藥喝茶 在應用程式都說得很大 他們會沒有通訊紀錄? 還是他們把所有電子痕跡都洗走? 我覺得他們有事隱瞞著我們 Sean 其實你是不是不想去交流? 你以前一定會查到底 是嗎?這次你這麼快要洗手呢? 陳小姐 這次的會面是有關你公司涉嫌 和Demanding Supplement合謀定教案件 你們的律師之前已經表示 會願意協助調查 希望你今天都可以清楚地 跟我們交代整件事的過程 沒問題 我們公司是一間專業 而我們應用程式的最主要功能 就是透過飛入侵性的新技術 去全天監察我們走的身體狀況 例如心跳、血壓、血含氧量等等 數據會提醒你定時做運動 以及做甚麼運動好 而且我們也有這個營養資深 所以到時就知道 可以買甚麼健康食品 你看到這裡有點點嗎? 對,這些點點 就是你儲得以多分的話 就在我們買東西便會月底 陳小姐,有沒有時間? 跟你聊幾句 不好意思… 陳小姐,我聽說你… 就是賣的東西賣得很便宜 前天有個客人很深提醒我 就說你賣的產品便宜 我們足足20% 黃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我向這行做了很久 所以那些產品的來貨價 我知道是一清二楚 我知道你這間是初始公司 叫I-catch 要拿市場分享,我明白 但你這樣賣法,你頂得多久 生意不敢做的,小姐 我想我公司的情況我最清楚 而且我做生意有我自己的方法 如果我要以本商人的話 我可以跟你鬥便宜 當然誰撐得久一點 但我這樣做有甚麼好處 街外錢齊齊穩 和我合好價,大家都有好處 我考慮完之後都要跟她的做法 所以一起就訂同一個價錢 為何你這麼輕易接受黃一龍的要求 是否有人逼你 沒有人逼我 他很心平氣和地跟我說 而他又是這一行的老行專 行有行規,遊戲規則的東西 我們都尊重的 即是你認為入行入得來 就代表他適合? 其實我們的應用程式主要目的是 大量資料 而我也非常相信我們的應用程式很有潛力 現階段的零售並不是我們想做的事 也不想跟他硬碰 這一刻我只想盡快完結這件事 因為我和我的團隊都相信 我們有更多高級的東西要達成 很多朋友問我 健身中的儀器是怎樣用的 譬如這一步是用來針對我們背部的肌肉 首先我們兩隻腳踩上去 平放在這個板上 兩隻手,兩個位置要… 怎麼了? 噢,細節要矮不夠嗎? 吃飽飯看著看女生,還要特地躲在這裡 你還蠻會彈的 這個是黃一龍的老婆Avis B 我在這裡做研究 深入了解調查隊長而已 你真的很勤力 能否幫你申請OK 嗨,Covie 我先幫你 幫我那間公司的收入內容查成怎樣 立刻幫你去查 好,我今天跟著我講的 你做了解決,我先做好事 你要做好事 我沒做好事 你做好事 我做好事 你做好事 我自己做好事 你做好事 我去做好事 游泳才多汗 否則游泳池怎麼會來這麼多汗 老實說,我猜你今天 不只是帶我來做Yoga那麼簡單吧 做瑜伽出身汗 頭腦清晰一點,可以想想案 其實你人生有沒有放過假 你有甚麼是未想通的 送機他也準備結案 是嗎 其實你們在做甚麼 收入留言查成怎樣 需求濟票文是正常的 主要是靠零售買貨賺錢 Pail Fund App基本上沒甚麼利潤 不過工作人員通常都是這樣 資金都是靠投資者 另外就是靠一點廣告 和賣貨幫補客 不過我覺得最值得留意的一件事 是Health Fund App改了價格之後 他們的收入來源很明顯是減少了 Health Fund App是一間新公司 他們改完價錢之後收入更少了 你說陳以菲怎會這麼容易答應 但他們都答應了 如果他們沒做過的話就不會答應 更何況我們連他們合價錢的單單都找到 單單單涉及了這麼多款產品 而且每樣都不同價錢 但我們就是找不到他們討論的規定 他們倆都是老闆 沒理由每天都在健身上 如果要約見面就要一早約時間 不會那麼容易在健身上撞到 現在都2022年了 我們有甚麼理由找不到他們的訊息 和電郵的記錄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覺得他們倆合起來說謊 你上次和黃一龍落口供的時候 有沒有甚麼奇怪 我記得我問他和陳以菲開會日期的時候 他有點吵心不及 我們假設他們是因為某些原因 而合起來一起作故事 那可能會也是作出來的 但我們怎樣才能證明呢 我想到 我們去看甚麼 這個是KOLA1B 她是黃一龍的老婆 她自己有開頻道教人健身 經常在銅鑼灣的Your Town Fitness開直播 如果根據她口供所說 開會日期那天她是有開直播的話 或許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不過如果她們開會談價錢 應該不會在公眾地方 所以我只是打算打招一招 盡力而為而已 進步了 還是跟你們學習而已 10月17日… 有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AVUS的頻道 今天來到這個系列的第五集 我們先回來上半身 今天我們可以談談腹部和手臂的訓練 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 伸手經常犯的錯誤 事不宜遲, 我們做第一個動作 兩個手持著牙齒一點 將兩隻腳提高 首先做這個鮮肉15下 好了, 做完運動 最重要是什麼? 當然是冷靜一下身體 拉鬆一點肌肉 令人舒緩 15至20秒後, 第新疾雅仇收拾個福 然後我們看完 再見 再見 真的沒有 不要緊, 我一起看 看看其他日子 好 大家好, 我是AVUS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首先我們把這個位置拉上去 我們的肌肉 首先今天和大家談談一個迷思 就是關於近日經常聽到的生酮飲食 如果想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位置拉上去 這樣就會更重 那做運動呢? 不過在解答大家的問題之前 記得叫你的朋友一起訂閱我的頻道 好, 再來吸氣, 呼吸, 去到… 坐後一點點, 收拾個福 然後向前看 肩膀沉不低, 吸氣, 夾緊一點點 把兩隻手肘拉到最後 你好, 大家好, 我是AVUS 今天和大家集中說一下 只要你們每星期做三次 每一次做四十五分鐘 教你有一個很火辣的身形 型節拍攝 我的頻道已經到達五十萬訂閱了 而我們為了慶祝這五十萬訂閱 很多朋友問我 健身裡面的儀器是怎麼用的 譬如這一步 是可以跟我們上來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做腹部肌肉訓練的時候要注意的事項 說吧 你知道這個男人是誰嗎 他很熟口臉 他不是健身中心的經理嗎 他叫何俊逸 我想我們一直忽略了筆跡的重要性 早晨 早晨 上次你在Pantry 是真的在合AVUSB做運動嗎 還是有事在調查嗎 為何這麼紋呢 我那天被Johnny說原來有點不開心 今天隨便找個女生看看輕鬆一下 完全沒想過可以拿來調查 你們在裡面找到線索 是你們的本事,不關我的事 我也說 其實你現在是否就是洋才 甚麼洋才,你說甚麼 我不明白 不是呢 我先去做事 我哪裏告訴你 你說我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話 一定會繼續調查下去 洋才可知啊,宋傑 讓Ashley知道 一定會很反感 我都沒有洋才 喂,你有沒有說表現好一點 一定有得去的 可能你可憐我能力低於Ashley 叫我過去學習呢 唉,你都知道我沒所謂的了 是呀 無論如何,如果你為何真的選了Ashley 我都心服後服 大家好,很多朋友都問我 做腹部肌肉訓練的時候 要不然又頸痛,再不然又腰痛 又或者不知為何不夠力 做甚麼?找我有事嗎? 找你有事?你不是不知道吧 我告訴你什麼Ivy 頂難事搞得我的生意 我都知道,最近客人都是跟健身中心投訴 不過很難搞的 很難搞?你收污租的時候不難搞 他說你們根本不應該放藥 多個香爐多隻鬼嘛 我只是打工而已 這些事是說不出事的 說不出事的,就要跟這個價值 這樣很噁心 是呀,畢竟是他合作了這麼多年 你不要這樣夾我好嗎? 好,你搞不定我找你的好伯父 行…你好,我搞定他 你現在弄得人家飯碗,我也很難做 你也是的,你家是不是等你開飯碗 你爸爸寧願你花杰幫他走 你搞什麼初葬公司? 伯父,我搞初葬公司不只是為了賺錢 我們的服務幫了很多人 而且我覺得我們有很好的能力 你搞程式就搞這個 你幹嘛跟龍哥爭生意 還要得罪他 搞得我們被客人投訴 那你想我怎樣? 要是這樣,很簡單 你跟個價錢一起做 總之有錢就一起賺 要不然的話,我也很難繼續把他留下來 把他留下來 是不是你報處了? 你說什麼?我這樣有什麼好處? 我說什麼? 老爺,你們不要再爭辯了 我今天叫你們出來,不是想查案 我只是想告訴你們 整件事與我無關 你們不要拖我來順利 你沒事吧? 到這個時候你還在想自己? 我想自己? 如果我早就想自己 我就不會當你們中間人 不要緊,世間到現在這麼煩 整件事,我一點好處都沒有 公司沒有賺過一毫子 伯父,你真的要我們說謊? 你們想想 如果讓老闆知道這件事我有份 我連工作都保不住 但相反,如果我可以繼續留在老闆身邊 我還有機會可以勸服他 讓你繼續在這裡做生意 你也可以繼續在這裡推銷 總之,你們供我出來 對你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對,總之整件事與我無關 我沒有參與,你們自己談好 健身中心在中間人 促成合謀定價,都是犯了競爭條例 所以陳以菲和黃一龍一開始就承認責任 目的就是不想我們查到健身中心 除了做中間人之外 黃一龍還要求何俊逸 定期替他檢查How Fun App的貨價 所以價單上有日期和Tickbox 上面還有何俊逸的筆跡 這次案件除了起訴三間公司 我們建議供他們三個的個人責任 怎麼樣?寫得好嗎? 好,不錯,不錯,有進步 真的嗎?Ashley也是這麼說的 這麼聰明?那就行了,Ashley姐也贊你 競爭會議我靠你了,天才新星調查員 我以後不用做了,退休就行了 對了,說起Ashley,人家快要離開,有甚麼表示 我要有甚麼表示呢? 你不是不好意思吧? 要不要登本小姐幫你嗎? 不用了,你可以有心靈了 不用交往沒問題了,謝謝 兒子 謝謝 兒子 好運氣 Ashley 幸好說一次而已 你現在準備去機場了嗎? 你沒看到有行李箱嗎? Ashley 你一個人去那麼遠 我會很想念你 想要甚麼手信?說吧 我幫你求了一個平安符 帶著它平平安安 還有,坐牆逃機的頸部一定會很酸痛 帶著它來睡覺 還有… 這支翻譯筆可以一次過翻譯百多種語言 試給你看 你好,我是Ashley,請多多指教 你好,我是Ashley 請多多指教 請多多指教 待著…一定適合用 還有… 你先冷靜一點,我快要走 好 那…你記得上車慢慢看 Ashley,一路上風了 謝謝 自己小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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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Memorial 阿斯, 恭喜你 上面確認了你勾走交流 Johnny, 我想問我是否真的比阿Sean好 阿盛哥, 你不要去搭车 阿盛你 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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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